马来西亚时刻的天堂 受印尼文化的影响 这里的食物色香味俱全 不仅有着南北印度风味 还有娘惹以及葡萄牙美食 哇 你们的生活好甜呢 在戏曲百家之长 而又融会贯通之后 造就了马来西亚的三大菜系 马来菜 印度菜 凉热菜 从五星期饭店里的高档美食 到街边的小吃集食 各种风味 各种价位 让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不过我听说 这些菜虽然味道不错 但有不少人因为它的独特风格 还有些不太适应 我的肠胃即将开始一次美食的冒险 那现在呢我们就要离开这个云顶高原 我们要开车往北走 要去到的地方叫做阿瓦那的骑驾 听说那个地方也非常好玩 因为有海滩 然后有高尔夫球场 还可以坐一坐斯巴 完全的放松 所以现在我们要去车 一路向北 前往我们的下一站 丁加奴位于马来西亚的东北部 相比其他各州 丁加奴并没有多少现代化的痕迹 仍然可以看到很多 如湿如化的乡村风景 在这片平静的土地上 人们依然保留着 朴素传统的生活方式 当然 这里也有整个马来西亚 对比到最传统的小吃 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 去到我们的目的地骑驾 这一路上呢 有一部分都是这样的山路 但是这一路上风景会特别的好 下一个路口就会有惊喜 三个半小时之后 便到达了我们此行的大本营 阿瓦那独家村 在西家的海边上 你可以租一辆自行车 在海边就这么骑 吹着海风 晒着太阳 当然了 在这样的环境底下 那一定要配一辆非常有个性的自行车 所以我们不挑平常路的那种 要挑就挑这种 哈雷款的 我走了 来到阿瓦那独家村 如果不去打一场高尔夫 那绝对是不划算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这里 打高尔夫是一项平民化的运动 你可以以低的 几乎想象不到的价格 打一整天的高尔夫 无敌海景球场 感觉会不会很贵 其实一点都不贵 如果你是本地人的话 住在这附近的话 在这玩一天才需要七十块钱 就是七十码币 呃 像我们这样的外地人 外国游客来到这边的话 仅仅就贵了十块钱 八十码币 也就是相当于人民币 也就一百六十块钱 你可以在这玩个够 玩一天都可以 一百六十块人民币 可以打一整天高尔夫 想比国内动辄六七百 甚至上千元 才能打一场高尔夫球来说 这个价格实在是便宜 但是这个高尔夫球场 最大的特点 还不是实惠的价格 而是独特的地理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 这个高尔夫球场 最精髓的地方 第十四栋的位置 因为现在是旱季 所以还不太能够感觉到 这个高尔夫球场的 一个特别之处 如果下雨 上面会有这个山泉水 像一条河一样这样冲下来 然后会一直冲到海边 这个时候海浪又会 往回拍打 阳谷水会相击 这个时候你站在这个地方打球 这个感觉就很不一样 做了这么多的运动 肚子有些饿了 终于来到了我最热爱的主题 美食 这时酒店已经准备好了一顿 最具马来西亚特色的大餐 并且请出了店里最德高望重的大厨 来为我现场制作大马的特色小吃 这位大师傅是贵姓 姓潘的 潘师傅 对 您是马来西亚的华人 对 潘师傅看上去精神绝朔 潘师傅虽然已经55岁了 到了退休的年纪 却仍然不肯离开他热爱的美食行业 旁边那位话不多的小伙子 则是潘师傅最为得意的徒弟 招待过各国的政要 拿过各种通人大奖 但是当然潘师傅给我推荐一款马来西亚最有特色的美食时 没想到他竟然推荐的是 这是在做什么 这个是沙地 沙地 马来西亚最出名的沙地是马来语的 马来语 音译过来的 马来西亚人都爱吃 对 我都很喜欢吃 所谓的沙地 指的就是南洋风味的烧肉串 不管它的食材是牛肉 羊肉还是鸡肉 最后都要搭配一个国内肉串 所没有的调味料 沙蝶料 在大马 无论是高档的餐厅 还是热闹的集市 都可以看到沙蝶的身影 一盘沙蝶 一瓶啤酒 三五好友 大排到你一座 那气氛 别提有多好 这就是一份完完全全的烤沙蝶 这样看起来会很精致 很好看 不管是米饭 还是这个黄瓜 还是它这个肉串 包括花生酱 摆在一起 颜色就很诱人 这个是他们的酱 甜的 可以 这个鸡肉也是甜的 帮唐人 你们的生活好甜 甜蜜蜜 来唱一首 甜蜜蜜 甜蜜蜜 你笑着甜蜜蜜 蜜蜜 老爹笑着甜蜜蜜 甜蜜蜜 潘师傅祖籍来自广东 现在已经是马来西亚的第五代华人 虽然没有在中国生活过 他说 只要说起普通话 他就会想到自己的根在哪里 身为厨师的潘师傅一直比较关注中国的饮食文化 他一生最大的兴趣 就是把各种中国菜本土化改良 让更多的马来人喜欢上中国菜 你看今天这个邓老爹请我们吃大餐 马来西亚的大餐除了有烤沙爹之外 所以说这样的菜一般是在就是来很多客人 或者是重大的节日很高兴的时候 就会上一个这样的拼盘 这个一个大盘子 里面分别是什么 给我们介绍一下 叫做 嗯好吃 这个是 鱿鱿 这个是大虾 大虾 对 这个是素菜 这个是素菜 这个是鱼 菜店都有的 配椰浆在里面 你们的生活好甜蜜啊 什么都要放甜的 马来西亚生产椰子 大马的椰浆米饭非常有名 不过除了米饭点心中放椰浆 这是我头一回听说 做菜还要放入椰浆调味 潘师傅说 这是为了让菜的味道更为香醇浓郁 也是马来西亚菜最大的特点 这个肉的感觉就是辣辣的 然后嚼进去之后呢 有一股香味 可能就是那个椰子奶的那个香味 就会出来了 这一桌丰盛的美食拼盘是潘师傅后为骄傲的作品 也是他数十年厨已的结晶 他告诉 马来西亚是一个移民国家 所以这套拼盘中融会了马来菜 印度菜 中国菜中具有代表性的菜肴 经过了潘师傅本土化的改良 加入了椰浆 咖喱等当地的调味料 更适合马来西亚人的口味 数百年前 华人把中国美食带到了马来西亚 现在已经很难分清楚 哪一种风格属于中国美食 哪一种又是马来菜的特点 比如下面潘师傅要为我介绍的猪土饭 邓老师告诉我们 在马来西亚吃正宗的大餐 一定要是要配上他们这个特别的竹筒饭 摸着还烫手 它的竹筒饭跟我们中国的那些竹筒饭不一样 因为我们那个竹子可能把这个饭弄出来之后 职业就是白米饭 但这个米饭的颜色有一点不一样 外面还裹了一层 这个是什么叶子 这个是香蕉叶 香蕉叶 把香蕉的气味香味也透到这个米饭里面去 甜的 有一点点甜 一点点 一点点 绝对有一点点 是咸的 咸的 不是甜的吗 试一下好不好 试一下 就切这么一小块 这么好吃的竹筒饭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跟中国的竹筒饭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立刻产生了许多疑问 潘师傅说 要吃到最正宗的竹筒饭 要去丁家炉的小巷深处寻找 那些小贩 现场制作 现场叫卖的猪筒饭 有一股独特的风味 体验完五星级酒店的大餐 第二天 我决定把美食的战场转向路边的小餐 这边是卖饭的 有饭呢 就要有菜 我刚才一创看 好大一个烤转 有人说 真正的美食在民间 在马来西亚的丁家炉 我满大街地寻找最地道的小吃 猪筒饭 跟阿瓦那度假村里林郎满目的美食相比 这条小世界的环境非常简陋 也没有大饭店里精致讲究的卖想 但是这里的美食却透着一股香叶间原汁原味的气息 光闻的香味都已经让我有些垂涎欲滴了 在齐家这条公路旁边 时不时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路边摊 全是当地的一些居民 去把自己腌制的一些菜啊水果啊摆在路边 这些其实算是人家这小店的一个副业 主要的经营范围呢 是这个 卖竹子 确切来讲呢 是卖竹子饭 这家小吃铺的店主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妈 由于语言不太通顺 我们只能指手画脚来表达意思 见我对竹子饭很感兴趣 他干脆领着我往店铺里走 在桌子上给我亲手示范起来 这样好浪费啊 这是他们的这后厨就在路边上 直接把米啊 放进去 装上一个大概三分之二桶的样子 留下一截 这是什么 椰子汁 椰奶 然后把椰子奶到了这个竹筒里边 香 这样就可以了 马来西亚竹筒饭与国内最大的不同在于 马来人用椰浆代替了清水来烹制糯米 这位大妈告诉我 从祖父开始 他们家就以制作竹筒饭为生 以前竹筒饭只是为了出门干活的人没有带锅碗 而就地取材解决温饱的一种方法 在马来人的精心改良下加入了椰浆和鸡肉丝做搭配 变成了一道香味可口的美食 跟酒店里卖相精致的竹筒饭不一样 大妈家的竹筒饭更透着一股亲切和热和劲儿 小炭虽然简单 一天也能卖出数百只竹筒饭 一只竹筒饭五块人民币 算一下 大妈家一天也能收入几百块钱 男主内 女主外 男人负责做东西 女人负责卖东西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要一个多小时 竹筒饭才会慢慢的熟 而且我很佩服我们这位大姐 大热天 站在炭火旁边 烟熏火烤 这旁边汗就出的不行 但大姐完全就是很淡定 竹筒饭的制作看似简单 却也有很多小窍门 每一根竹筒需要烤多长的时间 什么时候开始翻转 翻转几次可以煮熟 时间的把握要相当的准确 时间短的是夹生饭 时间长的米饭会糊 而大妈脑子里似乎安装了一个定时的闹钟 数十只竹筒在她手里 马里有序的转动着 丝毫不慌亂 这边是卖饭的 有饭就要有菜 我刚才在一窍看 好大一个烤转 好大一个烤转 嗯 好 别打你给这碗的饭 你看 夸人家人家都不好意思 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甜味 然后呢还有一点腥 你们把这个当地怎么说 这个肉串 这个串 沙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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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good 好吃 看得见 这种叫做沙达的小吃 是马来西亚的另外一种经典美食 把鱼肉鸡蛋辣椒和椰浆混合 再用香蕉叶包裹后烘烤 细嫩的鱼肉再搭上酸辣的调料 非常开胃 四块钱一串就能吃个饱 走在这条小时街上 各种美食铺面 错过哪一家都会让我觉得非常可惜 顺着美食的香味 我又发现了另外一款马来西亚的经典小吃 在这边还有一家店 也是当地人推荐必须要来尝的 他们把这家店叫做鱼饼店 现在正好几个女主人正在做这个鱼饼 这是他们的原材料 把小鱼全部切成了片 然后把它搅搅搅搅搅 放到机器里面 变成这样子 一般说饼的话 在国内应该是形状很规则的圆形 或者是方形才叫做饼 他们管这种细条的 也叫做饼 这个应该叫鱼肉肠吧 这是一个家族式的小作坊 但是我却奇怪地发现 制作鱼饼的人中 几乎没有男人的身影 一问才知道 男人们都出海打鱼了 因为屁宁南海 丁家奴州的鱼业非常发达 会吃的马来人 把鱼肉做成各种可口的小吃 像这种鱼饼 就是以鱼肉和面粉为主要原料 虽然原料简单 制作起来却一点都不简单 很无奈 这是从哪个国家过来捣乱的 可以了 如果是不知道的 我们中国会认为 正在煮一锅肥肠 因为鱼饼中鱼肉的分量十足 因此酒煮也不会破 这是让店主人颇为骄傲的一点 鱼饼的吃法有很多 有人喜欢鱼饼的细嫩弹牙 但当地人更喜欢外酥嫩的口感 这些鱼饼还需要再经过一道夹工 炸大概五分钟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经过了搓煮油炸之后 新鲜的鱼饼终于出锅了 但是光有鱼饼似乎还少了点什么 没错 就是这种马来西亚本地产的辣椒酱 爱用香味调料的马来人 在辣椒酱中也放了一种叫做香兰叶的调味料 这种辣椒酱并不像国内有些辣椒酱那么辣 但是非常香 然后配一碟当地的辣椒酱 比我想象的味道好 因为一听鱼饼的话会感觉它惺惺的 然后粘粘的 但是它经过面粉这样子 做卷成一个饼之后 而是经过油炸之后 就变成外面是脆脆的 里面还是保持着鱼肉的弹性 而且没有想象中那么腥 重点是不甜 每天这家鱼饼店会送出数百份外卖 当地人只要花上四五块人民币 就可以解决一顿午饭 做一名马来西亚人还真是口服不清 据说这也是马来人去国外最不适应的一点 别的国家很少有如此美味 实惠而有种类丰富的小吃 从刚开始的不太适应 到后来爱上这种独特的味道 我的肠胃已经完全适应了马来西亚人的口味 跟当地小贩聊天时 我发现他们除了对自己的小吃特别骄傲 还是我推荐的一个地方 海龟外 这里可是世界六大海龟产卵地之一 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海龟宝宝出壳的场景 这是我们这边小海龟的第一个家 因为他们现在非常小 才仅仅一个月一个月大 他们在这里应该可以享受到一个无忧无虑的 没有外人去打扰的一个世界 每年的五月到八月 丁家卢州的岛屿上便能看到一番奇迹 数百只国宝级的海龟在沙滩上挖洞产卵 覆盖沙土然后离去 马来西亚向来是棱皮龟的天堂 而水质清澈的丁家卢州 更是世界著名的六个海龟产卵地之一 在哪能够看到数量最多的海龟呢 今天我要去探访一个特殊的地方 海龟保护中心 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叫做Tradiv 这个地方发音很难发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特色 就是此地特有的大海龟 因为这个地方是海龟的一个养护中心 所以这里面有特别多的海龟 不仅有他们还有他们的宝宝 那只它的这个滑水的旗受到了伤害 这只海龟在一次渔民的补刀中失去了两只旗 在沙滩上被医护人员发现后带回保护中心 在这里的海龟有的是失明的 有的是胳膊没了的 工作人员告诉我 如果是在野外 他们肯定是没有生存机会了 一只成年的海龟会面临海洋中的各种考验 海水的污染 渔民的捕捞 鲨鱼的袭击 这些都会成为他们生存的天敌 但是最让工作人员担心的 还是这些刚刚出生的小海龟 这是我们这边小海龟的第一个家 因为他们现在非常小 才仅仅一个月 一个月大 正好这个海龟养育中心前面是一片大海 大概是有3.5公里长的海岸线 所以工程人员会去海边上 把海龟袋全部搜集回来之后 员工孵化 小海龟满月后 工作人员就会把他们放归大海 为什么小海龟们需要在海龟保护中心度过童年呢 原来马来西亚虽然是海龟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 但是也有很多村民挖掘刚刚产下的海龟袋来谋取利益 为了保护这些幼小的生命 工作人员就充当起了海龟保姆的角色 在海龟保护中心的另一个地方 你还能看到刚刚钻出壳的小海龟 瞧 奇弹还在上面 这个是室内 屋子里面就是一个刚出生的小海龟 他们的家 来 这里面就是小海龟 太完毕了 你看那个 把他的手机打翻了 他们在这里应该可以享受到一个无庸无虑的 没有外人去打扰的一个世界 所以海龟经过这样的保护 在这边也是数量越来越多 他们在这边生活的也会越来越幸福 离开海龟保护中心时 工作人员告诉我 正是因为丁江努远离了都市的喧嚣 才给海龟们留下了一片安静的生活空间 来丁江努旅游的朋友们有一个强烈的感受 那就是这里的人们生活非常安逸 没有都市的快捷走 就连他们的美食也偷着一股香叶间原汁原味的气息 如果你也被这种祥和安静的生活所吸引 那么来丁江努远离了 这样一步他一定会感冒的 Let's go forward Board Pottle 而是我第一次坐这种摩托 然后就坐上了哈雷 密集恐惧症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新鲜的蜂蜜 你今天晚上可以大展厨艺 做点好吃的东西给加拿大的朋友吃